今天我们来盘点历史上8件超级贵的拍卖品 衣服 汽车 作品 到底有多贵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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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特别是拍第一那个 第八历史上最贵的衣服 Marylyn Monroe 的连衣裙 在2016年 美国收藏品公司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花了480万美元购买它 比就记录在上海音乐队二手门票还要贵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好 这条裙子是美国电影超大明星 Marylyn Monroe 在1962年 传着给美国总统Kennedy 唱生日快乐的歌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过了三个月 Marylyn Monroe 就出世了 去年美国网红Kim Kardashian 穿了这条裙子 她让很多Marylyn Monroe的粉丝气死了 而且你是上最贵的乐器 布朗特女士 The Lady Blunt Stradivari 这个小提琴有300年的历史 她在2011年被卖掉1590万美元 Sir Here's your 16 million violin 退款要微信还是支付吧 这个小提琴的制作者 是Antonio Stradivari 她就是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提琴制作大师 我就喜欢三胶铁 至少 你知到那些塑料的银子 少靠电用的那种 你参加最贵的家具 就完全不是这个 neste 是羽毛球柜的Badminton Cabinet 在2004年 Ryxonville的王子花了3670万 购买这个...柜子 当然不是最变成的柜子 在第18世纪 有30个设计师 在伦敦花了6年生产它 用了黑檀木 镀镜青铜 铜箔 和很多其他超级贵的材料 3670万美元这个价格 可以购买367万小卡塑料等子 一块千里哥还可以啊 差不多 第五 最贵的草本 沙逊草本 Codex Sassoon 这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完整的西伯拉语神经 公元900年左右 美国千诸罗曼亚大师 花了3810万美元购买它 然后把它赠送给犹太三局报馆 在以色列的首都 有美国大师有这么赚钱吗 我也很吃惊啊 第四 最贵的古代物品 清朝乾隆的花瓶 1740乾隆Dynasties Vase 在2010年英国 Bain Bridges公司拍卖了一个 清朝乾隆的花瓶 6930万美元 中国艺术品脚异的世界纪录 这个花瓶有40厘米高 有接近300年的历史 老婆 我买了7000万美元的花瓶 第三 最贵的砖石 粉红之心 粉红之心的Pink Star 在2017年 小刚的拍卖 买出了这个 59.6克拉的粉红式转石 好好看啊 7120万美元 不好看 这个转石来自南非 在1999年被开采 后来换了两年 达莫为一颗鸢性转石 这样的转石 几百年只能找到一个 第二 最贵的汽车 1955年本池300 SLR Coupe 这辆车卖出了1.431美元 它被称为汽车界的Mona Lisa 本池已公知生产了两个 它就是1954年和1955年 F1冠军的车 你看 帅不帅啊 第一 最贵的花座 就是主 The Salvatore Mundi 在2017年的纽约拍卖 买出了4.51美元 谁有那么多钱 卖给夏特王厨 Mohamed bin Salman 就是主 是Leonardo Da Vinci 的十五幅画作之一 1490到1500年创作的 很神秘的一幅画作 少年这个人就是基督耶稣 4.51美元 微信还是祝福宝 你 确定是真的吗 好吧 说实话 这个是我儿子画的 还可以啊 以后 可以卖掉5亿美元 那你呢 这些东西你觉得哪一个最珍贵呢 你可以 评论一下 Happy No